第二十二题 四秒是一个周期 经过一个周期会做一次完整的震动 波形会跟原来完全一样 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理会 又多了0.3秒 周期是0.4秒又多了0.3秒 所以表示又多了四分之三个周期 借此震动一次 会产生一个全波 会前进一个波长 历史一个周期上下四个阵幅 现在又多了四分之三个周期 所以就表示会前进四分之三个波长 所以我们的这个点会前进四分之一 四分之二 四分之三个波长到这里 然后呢这个点就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波形就会长得像这样子 就像我们的b选项所显示的一样 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 此连续周期波的波形最可能是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像这样的波形